哈喽,欢迎收看《公民丁》,我是佳豪 在前两支影片,我们介绍了政府的经济角色中 关于提供公共财以及处理外部效果两个部分 而在讲到处理外部效果时 我们提到了政府为财团减税的例子 因此带到了课税原则以及改善所的分配的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针对这两个议题做介绍咯 那首先我们就先从改善所的分配开始吧 在上一次我们用的这张社会民主党制作的图跟大家说 政府给予许多财团减税优惠 一般老百姓却不能享受这种好处 使得造成了税负不平等的争议 但是事实上,政府其中一个经济功能就是要改善所得分配哦 也难怪社会民主党会跳出来跟大家呼吁要正视这个状况 所谓改善所得分配的意思是 要对高所得者克较高的税 并且用这些克到的税去补贴中地收入的人 最终达到缩短贫富差距的效果 政府之所以要这么做的原因是 如果贫富差距过度的严重 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 也因此政府必须负担起改善所得分配的责任 这张我想到了之前在网路上看到的一张图 这张图是台南市立委参选人杨志达所做的 这张图要表达的是倦低效应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们先让一部分的人变有钱 那么这些变有钱的人迟早会让其他人也变富有 就像是盗香槟的时候 上面的杯子满出来 其他杯子也可以装满 不过杨志达却批评 这种状况很难发生 只会出现下面三张图 上面的杯子越装越满 下面的杯子一样空的状况 就好像财团越来越有钱 但是一般人还是一样穷 希望大家可以借此思考看看 究竟要怎么做 才能达到改善所的分配的效果咯 既然提到了税的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先跳到下一个单元 跟大家讲课税原则 A说到课税 其实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小时候很爱玩的游戏 大富翁里面的查税卡 假如有查税卡 就可以直接把别人的钱拿过来 真的超爽的 可是现实这些中 很显然政府是不能随便把我们的钱拿走嘛 他势必要依照一些原则 看谁找的税多 谁找的税少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咯 首先课税原则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受益原则 说穿了就是所谓的使用者付费 你有享受到好处 得到政府的服务 你才需要付这些税 而除了部分的税是依照这个原则之外 规费的征收也是依照这个原则哦 也就是说你有得到政府的服务 才需要付规费的意思 举例来说 牌照税以及燃料使用费 都是依照受益原则来课税或征收的 只有当你有使用汽机车牌照的时候 你才需要付牌照税 只有当我们有使用燃料 像是汽油时 我们才会需要付燃料使用费 这个就是所谓的受益原则 至于另一个原则 则是负担能力原则 依照它字面的意思 就是要依照负担能力为标准 能力高的负担比较多的税 能力低的负担比较少的税 举例来说 所得税就是这样的状况 接下来我们来简短介绍一下 所得税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它计算的原则被称为累进税率 它也是依照负担能力原则 所定定出来的哦 这个表就是所得税的累进税率表 左边这栏就是所得进额 一直是说 你一整年的所得 扣除掉一些免税额 扣除了之后剩下的数字 右边这边则是适用税率 这样讲可能有点复杂 我们直接举例来看 假设我的所得进额是120万元 那么我要找的税 其实分成三个部分 52万元以下的部分 要克5%的税 也就是26000元 52万到117万 这边总共有65万的部分 则是克12% 所以是78000 最后剩下的3万元 则是要克20% 也就是6000元 这样计算之后 总共就是要付11万元的税 不过事实上 在计算税率的时候 会利用累进差额 这个概念来算 不过因为这个 已经超过范围太多了 我们就点到而止 鼓励大家可以自己去Google看看 补充相关的知识哦 大家只要对于所得税的 累进税率有概念 知道它是收入越多的部分 客越多税 这样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已经介绍完了 政府的经济角色中的 三个 以及克税原则咯 下一支影片 我们要介绍 维持经济秩序 以及保障私有财产 公民丁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